四周元 先稍告白 老徐在我自己Facebook 如果你想加入我Facebook 只要在Facebook搜索引擎打 徐少华 fale 叫华 Founding me 你找到我 лег邏 我作L redefine 我在我的Facebook 在基督徒中留了一个信息 后来收到一个网民 我估计是基督徒 甚至我估计是可圈可点的网民 他就说 多谢我留下这个信息 因为我的信息是有助解决家庭纷争 哇!不夸张什么 我听到很开心 原来我做的事是有正常的效果 是留了什么信息 那信息是说1989年的时候 当时捷克的 还未做总统 一个叫哈维尔的人 扮演了一个公民论坛 一群人订立一个对话守则 大家要按这个对话守则 去作出讨论 这个对话守则有七点 第一点就是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 不是为了斗争 现在我们香港的对话的守则 就是寻求真理 我现在很争你 哈哈哈 但是 家里很难搞的 如果家里有夫妇 什么叫真理 真理永远站在老婆身 那边 哈哈哈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不能应用在家里 你试试跟你老婆 你傻傻说真理 说真理? 说什么真理? 我现在不说真理 那怎么办? 我现在很恨你 不行 第二点就是 不要做人身攻击 这点可以应用 不要做人身攻击 不要做人身攻击 就很难 就是说有时候 骂起架上来 有时候你会说一些不能收回的说话 如果人身是不可做人身攻击 就是你不要说一些过火的说话 这个夫妇很重要 因为夫妇很多时候 似熟迈熟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老公和老婆 基本上原则是这样 如果有的就很恐怖 那叫第三者 可能你妈妈也叫第三者 可能你奶奶也叫第三者 可能你奶奶也叫第三者 但是一定是最熟 最熟的时候 就变成了很多时候 界线就不分了 是 什么最坦白的东西 最恶毒的东西 都可以说出来 其实很伤 有时候会说 哎呀 你知道你睡觉的时候 避寒多大 就是这样 我每晚都在避寒中心 那里过夜 哈哈哈 或者说一说 找回舊事来说 是的 诸如此类 这些都可以纳入人身攻击 第三 就是保持主题 这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 刚才我已经说了 说一说一说 这件事越辣越大 越辣越大 你呀 什么什么 根本就偏离了主题 通常男人自己是逃避的 女人跟他说 一个主题 他想逃避这个主题 去了另一个主题 女人就跟着他 他又想逃避这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 这可能是男人的主题 但是女人都会离开的主题 就是什么呢 越数越大 对那个男人 那时候大家知道 会不会星星之火 可以疗愿 然后大家之后 到了冷战的时候 都忘记了我们其实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大问题 这个生怒的情绪 已经去到冷战了 就不是为了原本所讨论 那样东西 我生怒你 因为你疾我 不是因为前面的主题 是的 或者你不哄我 是的 第四就是说 辩论的时候 要用证据 是的 我不知道 什么证据 女人就不是 他相信你 我相信你出去管 是的 这个男人就说 没有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你当然说没有啊 哈哈哈哈 那我真的没有啊 那就是用来误 所以 有时候你真的要 有些真评实据 你才好 跟别人去开片 等于现在 今时今日的 香港政局也是 是 香港政局 现在目前很多 是凭推论的 不是凭证据 是阴谋论 是阴谋论 动机论 非常要不得 好了 再说 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因为男人经常都会 是 就是说一说一说 偏离了主题之外 其实是为了 不去修改自己 明明说错的东西 就是男人要面子 明明错了 硬是不认 很难修科 基本上 他老婆 很简单 其实对话很简单 就是 如果男人不坚持面子 老婆会让他下台 都会安抚下去 一般上的案件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另计 但是如果你继续坚持面子的时候 就弄到自己 大家没有挽转 所以 其实 我自己亲身经验 就是说 我是 我会认错的人 如果 有时偏离了之后 我发觉自己不是 自己好像 有些东西是说错了 但又小心一点 如果你面对 随时说 我老公 肯认错 有些人说 你错了 你错了 可以 男人经验 一认错 以后就不认错了 这个是女人的智慧 当男人认错的时候 好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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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还有就是 这个叫做 不要 要分清楚 对话 和只准准自己 说话的区别 这个要特别对女人说的 哈哈哈哈 你如果真的想跟你老公对话的时候 你就要设计 就是 不仅只有你自己说 但是通常的情况 就是老公不出声 那些老婆留头说 没有对话 没有对话 我说 你说 你开声 你说 你还说 哈哈哈 你真的不认错了 你不用说 哈哈哈 好了 还有 这个很难执行 就是叫做 对话要有记录 现在在政治方面 记录 哈哈哈 然后呢 打开iPhone 是啊 很难啊 说啊 这件事我真的有经验 就不是说我打开iPhone 说一说一说一说 明明对方是说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不认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他真的很高兴 到你那个年纪 你老人痴呆吗 哈哈哈 那时候呢 那个争论 你是有这么说 我是没有这么说 那么就去到这样 很惨 然后在不认底下 还要人身攻击 因为你说对方这个老人痴呆 已经是人身攻击 是的 我觉得这些说话 就是重重叠 刚才那七个规条 其实基本上是会 用的时候 是会混习的 就不会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 看看市场 在家里面 弄一部录影机 拍一下自己 就是和老婆 一晚的对话 以后可以探讨一下 有什么可以改善的 根据这七个规律 那或者呢 你知道自己 穿了一个录影机的时候 你是懂得压住一下 当然不会 他不理你了 傻的 会说是会议机 再来 哈哈哈哈哈哈 积极宝四季继续看我们这个节目